Hello,大家好,我是胡蝶姐姐 前一段时间呢,国庆节,我参加了同学聚会 活到老家之后呢,感觉同学聚会还是挺亲切的 不过呢,也有一些人开始对我产生质疑 就说一个女生,大老远的跑到北京发展干什么 父母再不远游,你不知道吗 离父母那么远,那叫孝顺吗 当时我听完之后一愣一愣的 但是我觉得在北京有很多的无论男女跟我一样飘喝的人 那么我们这种北漂的人,居住的梦想是什么呢 每年毕业季都会有很多毕业生奔往北京 包括在北京的毕业生想留下来 大家都向往在这个大城市里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得到更好的机遇和发展 但是每年都是大郎逃杀,隔几年就会有人离开 即使这样,北京的魅力丝毫没有锐减 我去通过一个之前选学节目经济到北京 和大部分北漂白领一样,天天忙碌在高楼大厦里 也天天喝着成功人士的鸡汤,盼望着自己也能财务自由 可现实情况是为了房租便宜,住在五环 有着永远挤不完的地铁和公交 吊着一个鸡蛋灌饼就加入了急车的队伍 为了省钱我可以一个月吃15袋放便面 和客户谈事我只买一杯咖啡给客户,手里拿着8元的酸奶 解释我咖啡过敏 回家乡后给长辈包红包和亲人绝口不提这些事 他们都以为我在北京过得很好 我和别的女生一样也喜欢名牌和漂亮衣服 但我知道自己来北京到底要什么 有时候深夜一个人也想过放弃 但是为了梦想还是要坚持到底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定居在这里 可以把父母接来和我一起生活 带上父母看看外面的世界,吃好吃的美食 他们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我知道,孝顺不能等 短暂的分别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父母有病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得出钱,不会有任何顾虑 北京的教育资源会给后代最好的机会 这也是很多北漂们向往的资源 都希望给自己的后代最好的教育和世面走得更远 北漂不一定成功,但是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这就是我当初对自己的承诺 感谢收看蝴蝶视频,记得关注,下期见